HELLO 大家好我是支援 今天我要做一個髮型叫做我是大哥大 好像是一部戲裡面的髮型 那這是我同事 因為他頭髮比較長 所以應該可以做起來 這個髮型是一個 IP上有一個網友 然後他就私訊我說 他真的很想看到有人做這個髮型 然後我就去查 然後發現這個髮型真的還蠻有趣的 我就想說可以拍一下 所以我們就來拍這個髮型吧 因為他的後面頭髮可能還沒有這麼長 那我現在就是要把它用貼吧 反正我覺得整體的感覺像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照片裡面 他的髮型是非常高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應該要用什麼產品才能做到 我就稍微研究了一下 然後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今天會用到的產品 炫耀髮液 炫耀髮液是一個打底的產品 總之他就是可以讓頭髮撐起來 我就試看看好不好 因為我好像有看過人家的那樣子 龐克的髮洞 因為他的瘤髮液兩條 有點濕濕的感覺 所以我在想說 應該要用龐克的髮洞 把它黏在一起 定格噴霧 因為那個髮型真的很高 我也不確定他自己能撐那麼久 所以我就需要把它撐起來 然後最後我們就會利用一些小夾子 好啦好啦好啦 就趕快做給大家看 如果我們今天挑戰失敗的話就算了 我希望我會把它用起來 因為這個頭髮看起來有點難耶 首先我先把這個炫耀髮液平均的噴在他的頭髮上 因為他現在頭髮是貼的嘛 大家可以看到他頭髮是很貼的 然後我們要讓他整個 啊 站起來 如果最後我試了很久 然後頭髮其實站不起來 我就 就是 失敗了 我們現在就是先把頭髮的 髮根跟髮尾都先噴上大底的 因為我要先把它吹通 我現在要把他的髮流稍微短正一下 先讓他稍微往上走 好現在頭髮看起來比較蓬鬆了 然後因為他的瀏海有兩條很像蟑螂蛆的東西 我要先把蟑螂蛆分起來 好我們先把蟑螂蛆夾著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沒有要動的地方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做其他的東西了 今天我們要用一指甲完成這個造型 然後 其實根據我判斷 其實我覺得那個劇裡面的髮型應該是假髮 你不覺得那個看不到頭皮嗎 看不到頭皮 對不對 這看不到頭皮就一定是假髮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想辦法把它變出來 好我們現在就這樣應該是一片一片的把它站起來 好我們先取這樣一片頭髮 大概這麼薄吧 透著過去有種窗臉感 炫耀髮液又要出現了 炫耀髮液又要出現了 我就會把它這樣 噴噴噴噴在 髮噴嗎 我要整片把它噴完 OK我就整片的噴上去之後 這樣 這樣 這樣滾 我這個時候用夾子把它 打開它 對 就是夾子 就是夾子 有FU喔 好 我們剛才第二片頭 希望叫我做這支影片的那個人 你一定要看到這集 如果你沒有看到這集 我就擺住了 好 然後把它一起 有耶 送一點定型液給他們 沒錯 我們現在就是用離子架 先把它固定 定型液 其實這就是有一種做手工力的感覺 一個髮型袖的概念 髮型袖如果做這樣 算你太醜了 現在有一種 烤頭髮的感覺 但這支離子架很厲害 因為它這樣夾都不會有 怎麼講 它都不會卡卡 它 千萬不要來 沙龍跟我說 你想用這樣 這好麻煩 台灣的朋友如果要買這個造型品的話 我不知道這個叫什麼 它上面是寫 Shiny Define 還是什麼 我不會唸啦 總之它在台灣就炫耀8E 我覺得用完好像沒有辦法像他們夾髮的那麼密耶 因為我們是蒸髮 是一個完全向上的髮型 所以 我們可能就需要 用這種小夾子 把它夾著 把它髮流稍微調整一下 我覺得這裡好像可以用黏的耶 好 對不對 因為這裡很短 我現在用黏的就是定型液 定型液基本上就是髮型式的焦索 如果你們想看到什麼髮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當然就是不要再這麼懶惰了 簡單一點 簡單一點 我想做一些妹妹的 漂亮的髮型 不過其實我一直都希望 自己的頻道就是以髮型為主 帶給大家不一樣的資訊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在我的頻道裡面找到 就是你想要的髮型 或者是看過你也看過髮型 就像今天這樣 我就在做一個 你可能還沒看過的髮型 然後有時候會看到有網友 都在下面留言說 他也想要抱你這個髮型 然後因為其實在YouTube上面留言 我其實也不知道你是誰 我不知道有時候我真的需要罵我 所以如果你真的 有時候想要報名我的哪一種髮型的話 你可以發訊息到我的IG 我現在要做後面的區 我靠 你現在側面看起來很屌 還蠻帥的 還蠻帥的齁 還蠻帥的齁 現在我們要做後面的地方 那後面的地方 比較難一點點 因為他前面站起來 然後我又不能破壞他 所以我現在要 小心一點把它 讓它站起來 這個頭髮不會燒焦啦 他只是現在有水分 所以就是會這樣 正常 突然覺得我現在做這個髮型 跟那些 做怪異玩具的YouTuber 沒什麼兩樣 做一些什麼奇怪的食物啊 還是什麼奇怪的玩具 我只是在做奇怪的頭髮 好這裡 我決定要把它 用把膠收起來 唐克髮洞 因為我覺得他這裡頭髮是收不上去的 我覺得收不上去的時候 我們就有把它出一個補貼的感覺 起碼他 視覺上看起來 這裡就不會是很膨的 它是一個很貼的 它是一個很貼的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好像是有熱鬚喔 有喔 我在後面把東西蓋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這個瀏海的關鍵囉 天啊就是太妹 好龐克喔 好 我們現在要處理瀏海 首先你就是把頭髮分成三條就對了 把髮膠抹上去就這樣一條 然後濕的時候抹完 你當然會覺得 沾到臉會很可怕 你就可以再抹上去之後用吹風去吹一下 好這樣就換成一條囉 一樣的方法 好 但剛才睡的時候手有點燙 OK關鍵時刻來了 我們現在要先把它頭髮上的夾子都拿下來 因為我現在有點害怕 就是夾子拿下來 它就給我倒下來 一點就塞掉 好我現在已經把夾子都拿下來了 所以現在應該是一個乾淨的髮型 本來它會有點東倒西歪 我們來把它固定一下 你裝過去給大家看 好 然後再 然後再裝個兩 我不敢出門 但是你不覺得有點像巴西嘉年華帶著一個小東西而已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髮型 就是 好今天我是大哥 大家的髮型教學已經結束了 那如果你真的想看這個髮型的話 你可以去看那部日子劇 不然就是拉回來前面我們就要放這一張的照片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幫我按個喜歡 順便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要看見我其他照片的話可以追蹤我的IG 我是你的髮型師志遠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